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來做一做這個開箱 這次就是這隻造型天下一武道會6的特別版 超級比達 它這個姿勢就是那個時候打這個思路片 打這個還未變完全體的思路 那時候好像只是吸收了17號 還未吸收18號 這裡可以看到原型師就是伊藤加紀 之前就是做過這個武道會6 奇之5 那個超級3的 也就是這個 是不是沒猜到我也有呢 哈哈 金色長髮 它也是跟之前那些一樣 有一個原色版給你自己賞色的 有這個補士 我是超級比達 粵語配音是這樣 我先把膠紙剪定了 免得開這一刻太麻煩了 好 底座 又是個身跟頭就分開了 跟著頭的顏色我就不是太滿意的 拿它出來看看 我就覺得它表面這一層搞得好像很油 對啦 說完先 其實這隻東西呢 我就在這個超人那裡買的 就是這個最紅軒 最紅軒裡面 中星廣場 裡面就有間叫做超人 那個時頭婆是阿姨來的 她那裡買東西特別便宜的 就是我已經遇過有很多很多很多 有救護車 那裡阿姨那裡買的那些呢 我已經見過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就是那些藍色的那些火 就是那些特效 又或者它平時的手板呢 我都見它是便宜過一般其他店 其他旁邊都幾間的 就是旁邊那些四眼妹啊 或者那些模型油呢 都是買得比較貴一點點的 貴一點點啦 又不是貴很多的 我先敲底座先啦 咦 有個字咧 有它在天下一武鬥會六 它又是不適合位的 又是要勉強抹大隻腳 那這隻東西呢 外面我就見它百合伴那些地方呢 就買到107元的 是啦 我就在這個超人道買的時候呢 100元就買到了 可以對比的 雖然不同牌子不同性 那這隻頭的顏色呢 我都是喜歡它 我都是喜歡它這隻黃啊 沒有鬥會這個 太油啊 我覺得它面頭那層 反而它面頭那層 如果沒有那麼多油的那些 那種感覺呢 後面看都還好一點的 是啦 我就不喜歡它前面那種感覺 好啦 那整體來講 那些肌肉線條啊 還有那些姿勢呢 我是很喜歡的 是啦 是唯一一個不足之處 我是覺得那個頭那隻色 是啦 如果它這個頭那隻色 就換回之前那一隻的話 就正啦 又由於它是特別版的關係 所以是真的比較難找的 所以我都是一見到油呢 我就立刻 立刻去就買了 是啦 當然的啦 之前原本一個禮拜前 都見到油的啦 但是見到它 就是在那些八百半 那些貴的地方買呢 整百七元 那我就不捨得買 就是我情願等一些便的地方 等一些便的地方出 就是有一塊一百元 開頭我打算 百三元我都應該會買的啦 是啦 誰知見到它有一百元 九蔥 馬上九蔥